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了最高三人团 出了三人团外还一些如张文天 王家祥 凯峰 王明等等 出了最高三人团外就属张文天了 张文天1900到1976年江苏省南汇县金属上海市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议会议 张文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 不常于处理琐事 他戴着眼睛 不苟言笑 常在沉思问题 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昏文尔雅的学者 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 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 1935年4月红军长争补过北韩江后 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 张文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 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 同年夏天 红一四方面军会议后 为了表示团结 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 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 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但职务并未明确 于是 张文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 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文天说 洛福 你是明军 开明之君 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了 会后 张文天却主动让贤 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了窑洞 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 让贤之后的张文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 却又从不盲目 有独立见解 并愿意不断探索 脱离负责岗位后 他自敢缺少实际经验 于是去搞农村调查 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 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 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 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文天的远见 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 一向愿意钻研理论 而不偿于具体事物 三次主动让贤辈传为佳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米女 和码 红色 zag辈传为佳话 那么像